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杰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低温和强风本周席卷南加州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南加州气温从周一晚间开始下降 届时洛杉矶盆地地区可能会下小雨 周二和周三晚上将初期大风 山区气温可能会降至华氏30度 气象局表示 这是本季迄今为止最冷的天气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 也针对多个地区发布了低温警报 敦促居民做好防寒准备 XBB1.5快速传播 加州冠状病毒确诊数超过1200万例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虽然最近几周新冠确诊人数有所下降 并趋于稳定 住院人数也已降至11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在加州估计已占病例的 74.7%的新冠变种病毒 XBB1.5正在加州快速传播 这也导致加州的冠状病毒确诊总数已超过1200万 南加州出现多起南美洲盗窃旅游分子入室偷窃案件 根据城县发布的资料显示 一群来自智利或哥伦比亚的盗窃组织入境美国 亨廷顿海滩洛杉矶县和城县等富裕的海滨社区 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房屋都是他们的目标 据有关当局表示 这批窃贼是专家 他们趁住户不在时破门而入 得手后窃贼会回到原籍国之前 卖掉这些脏物 密西西比州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病例增加1000% 密西西比州卫生官员表示 该州新生儿患先天性梅毒病例数急速上升 自2016年以来已经上升1000% 大约有40%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的准妈妈会流产 官员指出这是个完全可以治疗的疾病 但是在疾病爆发后 大量医护人员离职 导致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为孕妇做梅毒检测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